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考古队在此列行勘探作业时 无意中在位于陕西省宝吉市东南郊的一处小山岗上 看到了一座来自西汉时期的古墓 根据看测的结果写是 这座墓的墓穴并不大 似乎是一座古代的平民小墓 不过鉴于此墓埋在山岗一层的峭壁上 因而引发了考古专家的兴趣 既然是小墓 为何又大费周章 野蛮在峭壁一侧呢 是不是里面蛮藏有一下不道的珍宝 带着这些疑问 考古队立即对此墓进行了一番巧究性的挖掘 很快 一座果真还算无比的砖石小墓 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据目测 这座墓穴大概仅有五平方米左右的大小 是妥妥当当的平民节墓葬 然而当考古队进入这间狭窄的小墓内 却立马被野切的一切给惊呆了 直接小小的墓穴中堆满了各种海界的奇珍一包 由这个金器银器和青铜器多达上百戒 据专家界定 这些文物来自于沙、州、秦和汉这四个朝代 均为国宝籍文物 总国价超过了二十亿 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则是 一家把出自西州早期的金币铁剑 巨经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这把宝剑的戒笔为虫精打操 重大八公斤 采用镂空精雕 且碟坠满了珍贵的绿松石 看下去充满着珠瓜宝器 而戒笔则为虫铁制作 要知道在三千年的古代 冶金技术结尾落后 铁器远比铜器甚至是精气更加难以列造 因此当时铁的价值远远高于金 这把金铁剑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如今早已被列为一锦文物 还算小木策出这么多的珍宝 想必木策的身份一定是写贺宗贵 然而根据考古专家的分析和推测 认为木策是一名可怜的盗墓贼 他生活在西汉时期 在陕西一带盗绝了许多个娃朝的大墓 盗绝了这一大批珍宝 随后因为西汉耶克的律法 不仅重罚了盗墓贼 连买的这个杂物的杀人也受到了吵发 最后盗墓贼只好将毕生偷来的古墓珍宝 埋在了自己的墓中去了 一生也是依旧是个底层的穷人 好了本期的节目起来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转发 点赞